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书雅记第十天 约书雅记八章一至二十九节 关键的突破 耶和华对约书雅说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你起来 率领一切兵丁上艾成去 我已经把艾成的王和他的名 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当照样带艾成和艾成的王 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 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略物 你要在城后设下辅兵 于是约书雅和一切兵丁都起来 要上艾成去 约书雅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夜间打发他们前往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在城后埋伏 不可离城太远 都要各自准备 我与我所带领的 众民要向城前往 城里的人向初次出来 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 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 因为他们必说 这些人向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夺取纳城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 要照耶和华的话行 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约书雅打发他们前往 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 住在伯特利和艾成的中间 就是在艾成的西边 这夜约书雅却在民中住宿 约书雅清早起来 点起百姓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 在百姓前面上艾成去 众鸣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 向前指望 来到城前 在艾成北边安营 在约书雅和艾成中间有一山谷 他挑了约有五千人 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艾成的中间 就是在艾成的西边 于是安置了百姓 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 这夜约书雅进入山谷之中 艾成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 清早急忙起来 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 约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拜 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 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 追赶他们 艾成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 艾成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 追赶以色列人的 偏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耶和华吩咐约书雅说 你向艾成伸出手里的短枪 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雅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他一伸手 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 跑进城去放火焚烧 艾成的人回头一看 不料城中烟气冲天 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 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雅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 城中烟气沸腾就转身回去 击杀艾成的人 伏兵也出城迎击艾成人 艾成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 前后都是以色列人 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也没有一个逃脱的 生擒了艾成的王将他解到约书雅那里 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进所追赶一切艾成的居民 艾成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 以色列众人就回到艾成 用刀杀了城中的人 当日杀臂的人连南带女共有一万二千 就是艾成所有的人 约书雅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 直到把艾成的一切居民尽形杀灭 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 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雅的话 约书雅将艾成粉烧 使城涌围高堆荒场直到今日 又将艾成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 日落的时候 约书雅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城门口 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 只存到今日 我们从前一章看到 只要有一个人不顺服神 以色列人就连一个小小的艾成也打不过 然而 由于现在他们已经得洁净 于是神再次以慈爱坚定的口吻 对约书雅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惊慌 神也再次用当初进攻耶利哥城所宣告的话来激励他 我已经把艾成的王和他的名 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迦南地的每一场征战都不能离开神的同在 神要以色列人完全信靠和依赖他 神不单是给约书雅和以色列人安慰和应许 也把攻取艾成的埋兵策略写明给他们 这是以色列人在每场征战中得胜的最高作战原则 敏锐听从神的指引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若希望在人生的战役中稳操胜券 就要凡事求问神走在他的心意中 自己以为站得稳得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爱城 以色列人都需要明白神的工程策略 地上的征战是如此 何况是活在末日属灵征战的我们 岂不更迫切需要敏锐聆听圣灵 单单依赖神 神虽然乐意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指引方向 但是最终的成败仍是端赖我们是否愿意谦卑顺服神的安排 约书亚十分认真看待神所说的话 根据经文描述 在征战的前一晚 他连夜安排调度军力 交代作战的策略细节 约书亚回应神的命令绝不马虎 他深深知道 我看中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 夺下爱诚 以色列人就得了征服迦南地的钥匙 由此向南向北 功无不克 单纯的顺服竟能带来关键的突破 爱诚之意 让以色列人学会在征战中信靠和顺服的功课 亲爱的圣灵 求你开通我的耳 让我天天敏锐听见你的声音 与你同行 帮助我进入更深的顺服 好在生命中常常经历关键性的突破 道读神的话 诗篇119篇58-60节 我一心求过你的恩 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我急忙遵守您的命令并不言辞 阿们 是的主 主啊 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眼前的路 让我们不至于行在黑暗当中 不被私欲所困扰 而是行在主你所喜悦的生命当中 阿们 主啊 我们要天天思想主你的话语 让圣灵每天更新我们的心 使用我们能成为主所喜悦的人 阿们 主啊 愿我们能够思考你的话语 能够自行自己的行为 遵守主的公义和怜悯 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 阿们 是的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公义和怜悯 主啊 愿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 伴随着我们 主啊 我们不害怕自己的软弱 主 因为我们相信靠着你 主啊 我们必能得能力 阿们 是的 主 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和智慧的 我们要天天思想主你的话语 我们就能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 阿们 主啊 感谢你 我们知道因你爱着我们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愿我们天天所求的都和呼主的喜悦 这是我们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